這是一款USB的邏輯攝影機 我連接到USB攝影機的多媒體轉換器 USB攝影機就變成HDMI的輸出了 然後呢我可以連接到Atmini Pro導播機 不僅如此哦他還有UVC Bypass的輸出 你可以直接連接到PC OBS Studio 你還可以連接SSD卡 按紅色的按鈕之後你就可以開始錄影了 不會有人那麼無聊拿羅技攝影機當成形成記錄器啊 你也可以讓iPad當成是一個顯示器啊 或者是iPad可以直接直播也沒有問題 我打開聲音 哈囉 這個是Sony的HDMI的攝影機 這種攝影機啊通常他有一個HDMI的輸出 他可以連接到這個HDMI的導播機 Atmini Pro做直播 另外呢他還有一個錄影的地方 你可以連接記憶卡 你在邊直播的時候還可以邊錄影 另外他有一個LCD的小螢幕 他可以做一個預覽的一個動作 這個連接起來就像這樣子 連接完Atmini導播機之後 就可以實現HDMI輸出 然後呢錄影到HDMI卡裡面 還有一個小螢幕可以觀看 各位我們想過說 我們如果拿一般的USB的攝影機 是不是也可以達成這樣的效果 第一個HDMI輸出連接導播機 第二個錄影到這個本身的記憶卡裡面 第三個還有一個小螢幕來實現 這個預覽跟觀看的這個效果 我們是有辦法實現的 這個就是USB Webcam Dunkey Station 當你的USB的Webcam插入之後 然後呢他可以做一個錄影 HDMI的輸出呢我們就連接到這個 Atmini Pro上面 然後呢iOS的部分 我就讓我的iPad或者是我的iPhone 當成一個小小的一個Monitor來使用 結果就長這樣子 是的 我們將USB的邏輯攝影機 經過這個轉換器之後 變得就像這個一般的HDMI攝影機一樣 第一個HDMI攝影機 他有HDMI輸出可以連接到Atmini Pro 他也實現了 第二個呢他可以錄影 我們也可以在這上面做錄影 我們現在連接的是三星的記憶卡 按下去就開始錄影了 第三個呢 這個Sony的攝影機啊 他本身有一個LCD的螢幕這邊 那我們也可以模擬出一個 這個iPad當成是一個螢幕來使用 像這個一樣 這個也顯示一個PGM的Videos出來 當這個USB Webcam 連接到USB Webcam Dunkey Station 轉換器之後 他就可以連接到導播機 還可以做錄影的動作 那我們就好奇的是說 這個錄影的品質到底怎麼樣 好我們實際錄影看看 然後呢我們再由PC來播出來 看看品質效果怎麼樣 按下去開始錄影 我們在這個神送的記憶卡上面錄影 好然後呢我就在這個電腦上面做播放 停止 然後將這個記憶卡拔除 除了剛剛的這些功能之外 這個轉換器 它還有一個USB Webcam的輸出 這個 Webcam 輸出啊 你可以連接到這個 PC電腦的這個OBS Studio 我只要把它連接 起來 然後呢將 這個USB Port 連接到電腦就可以使用了 好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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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啊 我要測試的是 不同各式各樣的USB Webcam 的實驗的結果 尤其是這一款要特別注意 這款是羅技的 C920攝影機 這一款他的聲音是非常難搞定的 我們經過這盒子之後 聲音是正常無誤的 這個是羅技的 C920攝影機 Logitech C922 Audio Test 好 我們現在要聽到聲音 現在聽聲音是不是 唐老鴨的聲音 是不是唐老鴨聲音 唐老鴨唐老鴨唐老鴨 唐老鴨唐老鴨 這是羅技的 是Training Cam Audio T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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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OBS BOT Tini Camera Audio T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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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S BOT Tini Camera Audio T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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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技 BCC950攝影機 Audio Test Audio Test BCC950 Audio Test Audio Test Audio Test 然後呢 他也有一路的 UVC Bypass 輸出連在到 PC的OBS上面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強悍的一個 USB Webcam的轉換器